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上一回咱们讲到了汽车ABS系统的原理 那么中间谈到了一个原件叫做霍尔传感器 有小朋友就问我说霍尔传感器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从霍尔效应说起 霍尔效应 什么是霍尔效应呢 在1879年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家名字叫霍尔 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个效应 这叫霍尔效应 什么是霍尔效应呢 他说假如这里有一段导体 然后我让导体中通以一个电流I 这个叫电流 同时我在导体的侧向加上磁场B 结果就会发现这个导体它的上下两个界面出现了电压 如果我用电压表去测量 我就会发现这上下两个界面之间会有一个毒数 会出现电压 这个效应就称之为霍尔效应 霍尔效应它的原因是因为内部载留子受到磁场地的作用造成的 但是霍尔效应比电子的发现还要早很多 现在我们就明白霍尔效应的原理是什么了 我们来解释一下霍尔效应的原理 我们知道之所以这个导体会导电 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可以导电的电荷 比如说在金属里面就是自由电子 在半导体里面是自由电子和空穴 咱们首先假设这个导体里面是正电荷导电 电流是朝右的 那么正电荷就应该是向右运动的 此时我们在侧向加一个磁场 那么磁场就会受到洛伦资力的作用 洛伦资力就是磁场对电荷的作用力 这个洛伦资力它的方向怎么判定呢 洛伦资力的方向我们通过左手定则来判定 让磁感线穿过左手的手心 四指指向速度V的方向 则大拇指的方向就是洛伦资力的方向 也就是说磁感线穿手心B穿 四指指向运动速度V的方向 则大拇指的指向就是正电荷的受力方向F 所以这个正电荷我们可以看出 它的受力方向应该是朝下的 于是正电荷受到了一个朝下的洛伦资力 这个朝下的洛伦资力就会使得正电荷往下偏 往下偏了之后怎么样呢 有一部分正电荷就会积累在下面的侧面上 所以底下就会带正电 那么因为上面这个板子缺乏了正电荷 所以它就会带上负电 但是你不要忘了正电荷对正电荷有排斥 所以它积累不是无限进行的 积累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正电荷对运动的正电荷排斥作用足够强 它会产生一个向上的作用力F' 如果这个F'和这个洛伦资力平衡了 它就会匀速直线的往前走了 对吧 所以积累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再积累了 那么这个时候上下表面就出现了电压 如果我用电压表一测量我就会发现有个事数 而且下面的电压比较高 上面的电压比较低 这就是货尔效应的基本原理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电流行程不一定非得是正电荷运动 它也可以是负电荷运动 比如说电子 在金属里面导电是电子 如果电流朝右的话 那么电子的运动方向其实是朝左的 因为电子的运动方向是与电流方向反向的 其实是朝左的 这个时候假如我们同样加这个方向的磁场 那又会出现什么效果呢 首先我们先说洛伦资力 洛伦资力还是左手定则 但是左手定则正电荷受力方向是用这个方法判断的 但是负电荷的洛伦资力有什么特点呢 负电荷的洛伦资力是与正电荷反向的 负电荷受力方向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还用左手定则判断 磁感线穿手心 四指指向运动方向 大拇指的方向就是正电荷的受力方向 但是它是个负电荷 所以受力方向与正电荷反向 因此负电荷受到洛伦资力依然是向下的 于是负电荷依然会往下边偏 下几半就会积累一定的负电荷 同样上几半会积累一定的正电荷 这样一来正电荷吸引负电荷 负电荷排斥负电荷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形成一个向上的电场力 如果电场力和洛伦资力平衡的话 那么电子就会往前走了 此时假如我们上下两个几半我们加一个电压表 就会发现此时也会有电压 但是哪个板电压高 上板电压高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通过这个霍尔效应上下两个板子谁电压高 就可以判断这个导体到底是正电荷导电还是负电荷导电 这也就是霍尔效应的第一个应用 它的应用第一个就是可以判断什么呢 导体的类型 判断导体类型 这个导体它到底是正电和导电的还是负电和导电的 除此之外霍尔效应还可以做一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测量磁场 它怎么测量磁场呢 人们经过计算会发现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它上下两个板子的电压U 它应该正比于一个系数叫霍尔系数 同时正比于电流和磁场反比于间距壁 这个U叫电压 就是上下两个板子的电压 这个RH叫霍尔系数 I是电流不用说了 B是磁场 这个小B是什么 小B就是沿着磁场方向它的这个导体的宽度 所以这个小B是导体的宽度 我们从这个式子就能看出来 假如这个元件的RH我已经知道了 电流我可以控制 B我可以测量 我再用电压表把电压测出来 那你这个大B也就是磁场不就测出来了吗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我可以测量磁场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利用这个霍尔效应 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汽车ABS的传感器 ABS的传感器 ABS传感器其实是有两种 有电磁式的 还有这种霍尔元件式的 这个霍尔元件式的传感器大概的结构是这样 首先我在左侧放一个磁铁 这是N级还是S级 然后中间我在一个地方放了一个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中有一小块霍尔元件 有一小块霍尔元件 然后在前面我把一个带尺的齿轮连接到车轴上 车轴一转这个齿轮就转 这个齿轮上有很多个这样的金属条 很多个金属条 就这样的金属条 有很多个 好 这样一来假如某一个金属条正好朝着这个霍尔元件的话 此时这个磁场就会把这一小金属条磁化 于是磁感线就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霍尔元件的磁场比较强 磁场B比较强 磁场比较强 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就发现了 磁场如果强电压就大 对不对 电压就会大 它就会感受到一个比较大的电压 那麽过一会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效果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效果 就是它转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了 这有一个小条 这有一个小条 其他地方还有 其他地方还有 这个我们就不用管它了 这个时候磁化的是这两端 于是这个磁场它就会这麽走 这样就会分散 于是中间的这个地方它的磁场就会比较弱 磁场一旦比较弱就会造成电压就比较小 对吧 电压比较小 所以这样一来你会感受到当它旋转的时候 货位元件会感觉到一会电压大 一会电压小 一会电压大 一会电压小 它就可以计算这两个比较大的电压之间有多少时间间隔 我换到这个位置吧 这个是时间T 这个是电压U 那么它就可以说 你看我发现这有一个电压比较大的时候 过了一会电压又比较大了 过了一会电压又比较大了 那我就可以计算这两个电压比较大的时候 它的时间间隔ΔT有多大 对吧 同时我们还知道两个比较大的电压 其实就说明了两个尺经过了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它其实转过了这样一个角度Δθ 那于是我们的角速度就能算出来了 你的角速度就是单位时间转过的角度 那就是Δθ再除以一个时间ΔT 霍尔元件感知了这种效果之后传给电脑 电脑就知道了 现在这个汽车在急刹车 我是否要启动这个ABS防暴死系统 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其实霍尔元件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应用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后半夜 人们又发现了很多神奇的现象 比如说人们发现了量子霍尔下影 人们还发现了反常量子霍尔下影 人们还发现量子霍尔下影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 咱们后面再给大家介绍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西瓜视频和YouTube帐号李永乐老师里关注我